13號開始 國內部分場域為解封 但是民眾的心態 是不是已經放太鬆了呢 桃園竹尾漁港 週日湧現了滿滿人潮 余會緊急的協調人力道場管制 呼籲民眾要保持社交距離 將市場內的人數 控管在500人以下 也有民眾不清楚 現場有實施分流管制 在市場入口就被攔了下來 往後一點保持距離 謝謝 13579再排隊好不好 謝謝 桃園竹尾漁港 週日人潮湧現 民眾全家出動廣市場 今天大家有常人進場 每一個人都要有 小孩子也要有 小孩子有健保卡 有民眾不清楚現場 實施分流管制 身分證字號 尾數不符合入場規定 在門口就被攔了下來 我想要去買肉 然後我們就旁邊看一看 盡量不要這麼多人進去 13號開始 國內部分場所才要為解封 但民眾在家已經憋不住了 不少人利用假日出門透透氣 主委浴港人潮滿滿滿 停車場裡一味難求 這樣群聚也讓人捏把冷汗 會有點擔心 因為人太多了 都黏在一起 由於市場裡人數不能超過500人 遊客人潮大多聚集在外面 裡頭攤販的生意還是不見起色 其實我們內外裡面其實差滿多的 因為人都進不來 因為分流的關係 所以我們裡面畢竟還是受到滿大的影響 隔著一道門 卻賺不到外面的生意 攤販自救當起直播主賣魚貨 疫情還沒完全解封 魚缸已經融線人潮 相關單位加強人流管制 就怕民眾防疫鬆懈 讓病毒有機可撐 記者林祝強桃園報導 等不及微解封 荷歡山五嶺今天清晨五點 就出現了許多上山看日出的遊客 停車場被停滿一位難求 而另外在高雄西子灣一處祕境沙灘 有民眾來這裡細水 幾乎都沒有戴口罩 遊客疑似私闖海域 違反了三級警戒規定 也將被依法開罰 站在海中高舉雙手 享受大浪一波波襲來 視線轉個方向 還有比金尼辣妹帶著寵物 漫步在沙灘上 先不管認不認識 這恐怕已經違反 市外食人群聚規定 再仔細看看 不論岸上還是海中 遊客幾乎都沒戴口罩 或是把口罩拉到下巴 大開夏日 汐水趴 彷彿置身 平行時空 這裡是高雄中山大學附近 移出秘境沙灘 警方說這沙灘本來就沒有開放 入口處還用鐵欄杆為主 但遊客似乎從縫隙中 偷偷鑽過去 除了四川海域 更違反三級警戒規定 將會依法開罰 13號為解封 進入倒數階段 許多人已經按耐不住 紛紛往戶外跑 11號清晨四五點 河灣山武嶺停車場 車輛幾乎停滿 遊客常看日出兼避暑 接近中午拍照打卡的人 依舊不少 還有重機騎士上山車聚 但有人為了戴安全帽 就把口罩忘了 河灣山的那個日子滿有名的 他們早上都會在那邊等待看日子 早上五點的時候 吳林停車場是全滿的狀況 還是在那邊呼籲一下 遊客要保持社交距離 提前自主解封就怕民眾放得太鬆 把防疫拋在腦後恐怕釀成疫情破口 這南投高雄綜合報導 國內今天新增28例本土個案 疫情趨於平穩 有民眾就想問 離出國旅遊的日子是不是越來越近了呢 但是國內有醫師在臉書上發文 說要安心出國旅遊 至少要等到2023年 才不用提心吊膽處處提防 對此指揮官陳時中不這麼認為 還說如果到那麼晚就糟糕了 另外有專家認為本土要達到清零 恐怕有難度 對此陳時中表示 完全清零不是不可能 但隱藏的無症狀感染者還是會存在 大家自身警覺要夠 像是雙北地區就可能會有較多的案例 還是要密切關注 11號國內再新增28例本土個案 雙北地區都超過10例 其他縣市則有零星個案 另外新增4名確診者死亡 但國內疫情趨緩後 每天平均都維持在30例上下 沒有明顯下降 外界質疑主要是雙北確診數難降 就怕群聚和加護感染還難以控制 主要的一個病例還是在雙北為多 無症狀的感染者就會更多 那當然他有時候症狀起來 或是引發一些加護的感染 隨著微解封日越來越近民眾也很關心 什麼時候能安心出國玩 振興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主治醫師 蔡賢隆在臉書發文 說可以放心出國旅遊至少要到2023年 有些人說等解封後要去日本玩 對日本捐贈疫苗表達感謝之意 但真的要等到2023年嗎 指揮官陳時中這麼說 強調新冠疫情可能流感化 前幾管局副局長施文儀也曾指出 很多傳染病都有期望值 超過舊會稱為流行 建議可以定出每天出現多少病例 算是可接受的範圍 還沒到流行的基準 雙北可能多一點 只要在範圍內就不會引起恐慌 指揮中心則表示流行值會列入參考 還有專家認為本土要達到清零 恐怕有難度 這問題就是說我們有沒有辦法清零 如果有零星爆發的群聚感染的話 我們大概要去檢討說 什麼措施可以加強 指揮官陳時中也透露 要完全清零不是不可能 只是隱藏的無症狀感染者 仍有存在的機率 除了自身警覺藥構 也不要把希望都放在清零裡 因為無症狀的感染者還是要持續注意 記者最後發到 13號起部分場域開始微解封 外界預估會有一波出遊潮 雙鐵嚴陣以待 台鐵重新公告了管制措施 對號列車進站票 檢票口跟月台一樣會實施人流管制 但是站務員要緊盯列車進出 還要留意容流量 在執行上可能有困難 另外如何認定乘客是不是一家人 又要怎麼保持社交距離 在宣導上也很不容易 13號部分場域微解封 雙鐵嚴陣以待 台鐵重新公告管制措施 對號列車還是禁止站票 檢票口月台一樣有人流管制 月台人太多 閘門口就會暫停放行 就怕到時候出遊的民眾 用入車站只靠站務員列車長勸導 恐怕難以管控 現在其實都陸續會有旅客 違反相關防疫的部分 那因為第一線人員沒有辦法 做出發則 所以我們只能透過勸導的方式 那實際上是要透過入局 來現場去做身份的記錄 站務人員要緊盯列車進出站 還要留意月台容流量不容易 如果民眾站太近 是不是同一家人 要不要保持社交距離也難認定 另外車站公共區域列車上 都還是維持禁止飲食的規定 車站商場餐廳依照各縣市政府規定 目前也都是暫停內用 但還沒違解風前 這兩個月就已經亂上頻傳 有人在車上吃狼麵 也有人吃雞排列車長疲於奔命 身上的防護裝備還不夠 希望說可以在第一線 給乘務人員有隔離衣 然後能夠因應就是可能車上 突發的一些緊急狀況 疫苗的施打能夠盡快的爭取 讓現在還沒有辦法打到的 疫苗的同仁 能夠盡快達到 預告維解峰會有一波出油潮 雙鐵防疫待命 但高雄旅遊租車業者 生意卻不見其色 原本期盼13號維解峰 九人團的國旅團會有人報名 但出團限制多 可能還會跟外人併車風險也高 導致民眾參團意願低 連一個電話都沒有 我還以為是電話壞掉了 他不會去包車 他第一他也怕群聚 九人團國旅行程上架罰人問津 就怕維解峰衍生出的問題會更多 我覺得這種報道 還可以跟外人併車 有機會 還可以跟外人併車 我還可以跟外人併車 感谢观看